今天是5月20號 鑊語普通話的諧音是 和Ini 有些情侶會選來結婚 又多一個好壓力去刺激 跟婚姻有關的行業 好像律師 結婚、淨婚 還可以離婚 結婚、結婚 都有婚這個諧音 你不說得我 又是時候 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正式推行 當發出不同顏色的工作鼠熱警告 就會建議勞工休息指定時間 甚至暫停工作 例如黃色 中等勞動可以休息15分鐘 極重可以休息45分鐘 不過無論你是什麼勞動種類 麻煩都要留意這種色 就是老闆的臉色 到時變回歸場休息就不好 老公署副署長馮浩然接受港台訪問 如果僱主有採取正確措施 來降低僱員中暑的風險 就不用動不動都停工休息 有見及痴 有僱主就決定減少出現 指手畫腳 避免僱員 啦啦啦啦啦啦啦 著啊 Adidas今年支持不同性取向性別認同的 運動服裝系列引起爭議 原因是起用了疑似是男模特兒來示範女裝泳衣 反對跨性別女性參加女性體育運動的 美國女泳手指出 Adidas至起碼可以將泳衣標做無分性別 Unisex 批評他們的做法是想抹殺女性 而除了泳衣 部分女性和男性服裝 都是由同一位無特兒展示的 不過另一方面都有不少人認為沒什麼問題 因為女裝男穿或者男裝女穿 在這個年代其實都很普遍 而作為女性 我覺得其實抹殺女性 簡直是不可能任務 難過政府工程不超之 你看看 這個慶祝表達自我 想像力和堅信愛可以團結人的系列 加大碼系列 到今天都只有女性有 男性或者中性是沒有的 就知道重視自己的體態 依然是女性的專利 政府這個星期公布擴大人才清單 涵蓋9個行業 51項專業 希望可以輸入3.5萬人才 可能有人擔心這麼多公務員離職 為什麼這份清單沒有份呢 很簡單 因為不需要一定是人才都可以做到公務員 最後下個月6月4日的維園 廣東、福建等20多個社團聯會 將會一起舉辦以家鄉為主題的活動 6月3日開始 5日結束 節目豐富 好像有攤位遊戲、舞台表演 聽聞更加會一起合演一出 互動式戲劇叫做歌舞聲評 今天說著這麼多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再見 無論大事還是小事 Channel C 找盡方法告訴你 這個就是出App的意義 一機在手 包羅萬有 喜歡看片還是看字 全靠你一隻手指 不論事情開心不開心 對你很重要還是吃花生 Channel C 每天都會由起床陪到你去睡 Channel C App 貼地 全真 快點下載吧 黑阿 黑阿 大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